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不然你软火的话 你这样的香气根本毕不准 哪一掌控火后的 还有这道古早名菜无柳枝 把木耳红萝卜 猪肉洋葱 竹笋切成丝 下骨快炒 加入五硬醋体味 倒进高汤勾芡 淋在长好的鱼鱼上头 这道红烧鱼 因为用五种食材切丝而成 就像柳枝般 早期的人都称叫无柳枝 炸过的鱼鱼吃此来 酸脆带嫩 酸甜酸甜好下饭 无柳枝它就是酸酸甜甜的 然后那个鱼也是炸过 所以它也是脆的 但是鱼肉是软的 所以这样外酥内软吃起来 你会觉得那个口感非常 搭配那些酱汁 你会觉得非常顺口 以前的人就是 味道都就是有这个红烧鱼 什么叫红烧鱼 就是五代同堂 阿图师熟知每道料理的典故 像台菜活字典般 就连九家菜也难不倒他 草虾开糖剖腹 塞进一根根的香菇丝 葱 火腿 黄瓜 淋上蛋液 下锅炸 这道做醋虾 外观像极烘蛋 吃起来相当脆口 虾身内的配料 增加虾子咸度 因为这道料理耗时费工 不少餐厅已经不做 几乎快失传 使阿图师坚持保留下来 因为不只好吃 这道菜台语又称贾臭黑 深藏台译 贾臭黑 贾臭黑 是说酒女色很漂亮 长得高贵 酒客会是整一个酒女争处 所以他在家就 造成家该 偏到家就贾臭黑 他是不是老师傅 他叫阿图师 但是现在可能要找不出第二把出来 民众对阿图师的料理赞不绝口 这些美味全都是阿图师用岁月换来的 当年退伍后他就到唐姐阿霞的餐厅当厨师 学习台菜料理 从餐饮家族磨练厨艺出来打拼 自立门户 跟哥哥一起开餐厅 不过两人分道扬镳后却是挑战的开始 我以前是高昂厨哥作为者 以前是兄兄弟作为者 我厨哥是不严重的 我是封那个小草 小草的 不过中午就你 你那里那里都要分担 不过他就 我以前都用阿川饭店的名字 我都没名字 大家都没名字 不知道 大家都没名字 阿图师从零开始 好在超高厨艺 终究还是获得满堂菜 生意越来越好 但是忙碌的工作 却让他十年前身体亮红灯 我去中午 中午 中午那时候手和脚都变成 要刷 不能走路 然后背后他把我热情 担忧鱼龙肌 把我治疗 我回来就关键服务 因为我不能要倒下去 因为我的责任数很多 因为我当时在家 贷款都贷款了 你人家就在台北 所以我不能要倒下去 家庭责任成为他不能倒下的理由 加上许多逃客 也因因期盼 能再吃到阿图师的料理 他努力付出 即便七十多岁了 依旧天天到厨房报到 你看 全身都热 对 我看一下 你看全身都热 你现在全身都热 全都热 全都热 这手都变成了 都变成了 我们这全身都热 对啊 谢谢港 不要 不要感到似乎 纵使手上留下印记 阿图师也甘之如鱼 拿大国产超过半世纪 守着老店 守着世代饮食记忆 就是希望让这股老台菜滋味 继续在府城绽放 流传千里